三個人 五個問題 馬上就有一個管理問題了呢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管理學院的師生代表 那這裡是管理學院的跟你說明白 長庚管理學院問號 問號什麼啦 怎麼感覺比問工學院還要挑釁難 好啦 一定還有些人不知道管理學院是什麼 長庚管理學院顧名思義就是管理相關科系 是由一個商館專業學院四個學系 兩個學成和一個研究所所組成的 管理學院的公設系跟其他學校設計科系有什麼不同 對啊 為什麼工生輸出在管理學院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老師請救援 老師 工業設計要顧及設計美學功能還有量產很多面向 現在又有跨領域創新的趨勢 所以放在管理學院就希望把這些概念可以融會貫通 然後呢 跟大家合作 然後造成成功的商業模式 一句話解釋管理學院跟其他學院的關係 我只能說 校長是商館學院出身的呢 醫生跟工程師以後都要聽我們話喔 雖然講起來口氣有點大 但其實也不算錯 我們學校是從醫學院起家的 管理學院跟工學院都跟醫學院的關係很密切 那我們學校的管理學院的理想就是跟醫學工程做好連結跟統合 然後把大家的智慧好好發揮出來 管理學院是進台塑工作的保證嗎 有機會到台書記 一夜熟習 學校有這個機會 但沒有說保證說每個人全班都一定可以進行台塑這樣 其實除了可以到台塑以外 有機會可以到長庚醫院去做實習喔 說得沒錯 不過以資源來講的話 除了國內的台塑跟長庚體系 碩士班同學還有機會到美國台塑做管理人才培訓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把握這些機會 快 對著學弟妹說 因為我們是商館學系嘛 那其實他的全名是工商管理學系 那他有工程也有商業也有管理這樣子 那如果你們對這些領域都有興趣的話 我是覺得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慢慢的摸索到自己喜歡的方向 然後可以再去做更深的專研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是大家都可以來面容 如果你們喜歡學習 和在未來的夢想 你們可以在學校的部門 同學講得很好 這些話明年我要放在招生手冊上面 不過管理基本上是要解決問題 就意味著不管我們是跟 碰到醫學或者是工程方面的問題 我們都得持續不斷的學習 所以呢管理呢需要很多的人來加入 而且呢希望大家能夠學到充實的知識 然後應用在未來的工作領域 得到很好的發展 以上今天就是管理學院的跟你說明白 還有什麼問題問他就可以 問我幹嘛啦 要上管理學院的網站才對 好大家掰掰 拜拜